夸妇追日 远古时期,山上住着一个巨人部落,他们的首领名叫夸妇。 有一年天气干旱,河水枯竭,庄稼枯萎,部落里没有了粮食。 夸妇认为是太阳的错,他想抓住太阳并惩罚他。 一天清晨,夸妇看到太阳从海上升起,他便向太阳跑去。 他不停地跑,饿了就吃野果,渴了就喝河水,跨过一座座高山,穿过一条条大河。 夸妇离太阳越来越近,他口渴急了,把黄河的水喝干了,继续往前跑。 当他快要抓到太阳时,太阳的热量将他晒死了。